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在我们节目里边 有几个词是重复出现评刺最高的 在这几个词里边就有一个仪式感 前不久网上有一对情侣和一对夫妻 发了视频来纪念他们的恋爱 和结婚的纪念日我们来看 一年到四个人 结婚照这么熟 就是每一年的那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去拍一张合照 所谓这个面子 希望就是每一年都跟新婚一样 看着自己和老婆的变化 然后以及孩子本身的变化 家庭很幸福的美满 哇 创意好强 挺有意思的 来 三号 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个非常注重仪式感的人 然后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我给前男友 就他正好三十岁生日嘛 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一到三十岁的那个礼物 就是每一个礼物会有那个小盒子 然后包起来就包括从小的汽车到球鞋这样的 哇 太好了 然后他挺感动的 一共三十个 对 一共三十个 因为就是一岁一个嘛 然后弥补我没有陪他过之前的三十个生日 那分手以后他还留着那些 我不知道可能被他献女友扔了 二号 我想分享的是 我去年情人节的时候 给我爷爷买了一束花 让他送给我奶奶 然后老一辈其实不懂得去表达自己的爱 然后也没有送过花之类的 因为我爷爷奶奶都七十多了 然后当时我爷爷拿到这束花的时候 给我奶奶就单膝跪地 然后送给了我奶奶 然后当时我真没有想到 我爷爷会那样做 就是单膝下跪 当时我还挺触动挺感动的 我觉得就是老人家可能他不擅长去表达自己的爱或喜欢 但是他其实心里是有你的 我觉得我有一个细节也蛮有趣的这么听来 我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 家里别人就做了一个蛋糕 上面写了一个生日快乐 然后我和我先生做的早餐做让吃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是生日快乐 结果到了晚上他说今天是你生日 他到晚上才想起来 对 才想起来 晚上他想了想这几个人 他排除了一天 我刚刚在想 这个到底是有爱呢 才想去纪念一下 还是说想去纪念 做一些举动会增进这个爱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觉得首先是有爱 然后你会盼着那个纪念日要到了 然后在盼着那个纪念日的过程中 你有很多想法 你又动手做了又准备了 然后等到那一天了 你交给对方你的那个礼物 然后对方会觉得哇太棒了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凝结了你的劳动 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爱是已然有的 有些时候爱是需要共同的创造和经营和维护的 同时也不必因为没有得到期待中的那些 那样一种仪式就太过失落 都很正常 就是生活它很多 它很丰富多样 好 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有请一号男嘉宾 酥醇香 爱恒远 吃好醋 选恒顺 孟老师好 两位黄老师好 24位女生你们好 我叫杨安 来自江西南昌 今年29岁 杨安 来自江西南昌 孟老师 就是我全家都是你的铁粉 真的呀 特别是我的母亲 所以很想跟你握一个手 来了没有啊 今天没有来 但是这个手我就不洗了回去跟她再握一手 这是世纪家园网推荐的男嘉宾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来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和女生一起翻一翻童年的相册 你们都有童年的相册吧 14号 你的相册跟前男友一块看过吗 一起看过啊 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的 就是小时候也有点黑 我现在长得很可爱 谢谢 这是你啊 对 这是我小时候 很可爱啊 照相不怎么会笑 因为从小就有一点就是表情不是那么丰富 但是这就是我最真实的一面 童年就是这样 这是谁 这是我 我小时候就是我妈不会梳头发 就给我头发剪成那种男孩子的头发 然后我小时候跟男嘉宾正好相反 我小时候的表情没有一张是苦着脸的 要么就是很夸张地张开手 然后张大嘴笑 基本上都是这样 六 这是我的 哦 是你 这是我的爸爸妈妈妈 然后左边是我们 就是十一的时候去厦门 我们一块拍的 还是一样的站姿 那小时候跟你现在还是有点像 是啊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就是对方未经营我的允许 去翻我的东西 包括不包括翻你的相册 也包括 就是我喜欢大大方方的交流 你想知道什么 就我会很真诚地就告诉你 但是我就不喜欢就是偷偷的 你明白吗 来 我帮你问个问题 偷偷看过前男友手机的女生举手 我看一看 你看看 哇 90% 好 来 就有几个没看过的 把手举高点 那几个没看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是没有谈过男朋友吧 只有六个女生没有看过前男友手机 可以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看 你当然可以看 就是你得跟我讲你要看 那还有什么乐趣呢 就两个人一起看也是乐趣嘛 那他如果问你的时候 他就直接说来把手机给我来检查一下 你还愿意给他吗 我愿意啊 只要是正面的都可以 不只是手机啊或者包括我的私人物品啊 都是可以的 那他用很猜忌的语气说 我怀疑你背着我有什么 你把手机交给我看一下 我觉得没有关系 他当时可能就是想看 他觉得你怎么怎么样 你给他看就完了嘛 只要他说了就行 好 21号 男嘉宾你好 如果我就是喜欢偷偷的去看你东西 然后被你发现了 你会怎么处理呢 我会好好跟你说 下次要跟我说 那我下次还还呢 我相信有什么事情好好讲 有原因都可以互相磨合的 那你还是可以包容的 对可以包容 但是我不喜欢确实是不喜欢 29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说一下就是女生 为什么说喜欢偷偷看你的手机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偷偷的看 我才能查到我想查的东西 如果没看到是不是特别失落 是的 所以我觉得最后结果还是这样 以不变应万变 要看的人他永远要看 不看也就永远不看 对 让他看了 好 看片子 在城市急速发展的时代 地铁就是城市的血脉 我是杨安 一名地铁司机 家乡地铁交通的第一批讲师员 从1号线开放至4号线 8年的驾驶工作 里程可以绕地球五圈 但在急迟呼啸声下 驾驶员的内心更需要耐心与平静 无论秋冬春夏 每天凌晨三点 我们会严格按照出勤手册 精细检查车体的每个部分 地下没有日夜之分 只要进入到驾驶室 我们面对的只有黑暗的隧道 眼道 手道 口道 心道 一套动作每天重复2000次 每次看到信号机 不仅要手指更要自己念出来 尽管只有我一个人 还是要严谨地跟自己确认 单程70分钟的驾驶结束后 下车换到另一边 吃饭上厕所 我们只有这黄金的15分钟 来完成调整 地铁是城市的血脉 身为司机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 城市的血液在流通 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松懈 八年来零失误 百分百准点率 乘客快捷安全的到站 是我们最光荣的使命 工作以外的生活 放下紧绷的神经 我比较喜欢在家里练练歌 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 到经济独立后 才真正有机会 好好学习一下自己的爱好 钢琴 架子鼓 流行演唱 未来我的理想状态 就是可以一个人 撑起一支乐队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江西男孩 缩粉是我刻进DNA里的热爱 一口汤 一口半粉 生活美好 散神仙 这次参加《非诚勿扰》 除了脱单的愿望 也会带着我的DNA行愿 带着女生在南京 找到那碗正宗的南昌伴粉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看那个VCR里面 你们有个什么口到 眼到 手到这个东西 对啊 大家想不想 跟我一起做一下 你来给我们操作一遍 就是 这两个手指并拢 然后胳膊走这边呈90度 然后跟我一起 比如说前面是绿灯 你要口到嘛 要绿灯好 然后指过去 对 要每一个都确认 我们一个白斑 就要做2000多次这个动作 刚才那个动作是左手是吧 左手 因为我的右手要就是驾驶嘛 就是规范就是左手 规范就是左手 所以一直手就一直手 下班回家 我回了 很酷的这个 你会不会一个人坐着 突然做嗨起来吗 我一直上班的状态都很嗨 因为责任很重 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1号女生宋承林 我虽然来自湖北 但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 也是在江西参加 我就记得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 也是吃了半份 就是她的口感很特别 所以我连续吃了两个星期的 鸡蛋炒米粉和半份 就这样交换着吃 对 我这点就很认同 以前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他们周末回家 都是为了看女朋友 我是为了回去吃粉 那因为你没有 10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 我也特别喜欢吃那些粉啊 面啊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找了个女朋友 就是 几乎吃不了辣怎么办 我都可以 就是 一般我自己的口味 也属于比较清淡的 就是我也可以吃辣 也可以不吃辣 所以我更不会管你吃不吃辣 你好像有什么才艺 要给我们感受 今天过来给大家 准备了一首情歌 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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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看到你为CR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点 就是因为你长期开地铁的话 然后你都是在地下 因为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见光很重要 就照阳光 但是你长期在地下工作 会不会有那种很压抑的感觉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对我来说影响也不是很大 然后毕竟我还有那么多兴趣爱好 所以平时的我是很阳光的 所以就影响不大 那你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听歌吗 不行 任何的电子设备都是不能带进去 那手机都不让在 那岂不是好多个小时 你的女朋友联系不上你 是这样的 就是像我们这种岗位 如果你就是真的有事的话 你可以联系到我的组长 他能找到我 女朋友联系你组长干嘛 就告诉我组长说你女朋友找你有事 小马 你找不着怎么办 那工作会工作多长时间的 就联系不上的话 一天也就是七八个小时吧 七八个小时少不着 而且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这七八小时你没见到我 然后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可能会更想对方 小别盛新婚 我看下一条 音乐和爱情我都会主动追寻 情迹可以练得 爱情却难得正果 我的第一段恋爱 是校迎新婚会上的主持人 我对他一见倾心 记得他一身红裙 长发飘飘 完全长在我的审美上 苦苦问了好多学长 都只能问到名字 却得不到联系方式 直到一天聚取快递 正巧看到有他的名字 于是照着快递单上的电话 主动给他发了短信 学姐我看到这有你的快递 女生宿舍这么远 天气又热 我给你送过来吧 当时他刚好心情不好 联络几次之后 我们就约着一起出去玩 于是成功地在一起了 虽然这段感情 没能修成正果 直接了当的习惯 还是被我保存了下来 第二段的他 是公司拔河比赛 认识的女同事 也是一眼定情 后面我主动出击 我在感情里 不是认死里的男生 但曾经也年少无知过 他的性格实在过于刚烈 有一次我开车 他做副驾 你刚刚开车压线了 哪里有线啊 有线的好吧 我们争执了几个回合 最后我说 那我们回去看一看 相近四十度的天气 我俩都自信满满地回到那里 结果发现路上果然没有线 你看到了吗 没有线 没有线就没有线 你凶什么凶 分手后我才知道 原来男人吵架 吵的是逻辑 女人吵架 吵的是情绪 但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我们都给对方带来了伤害 未来我希望找到一位 互补型的女友 因为我的性格也比较温吞 需要强势一点的另一半 来压制一下 希望这次来参加《非诚勿扰》 能遇见那位适合我的女生 那个好像又灭了不少灯 当然我首先看到的是 我喜欢这个男嘉宾 他有勇有谋 看到自己喜欢女孩 就是对自己的那个情感的判断 准确 很准确 很果断 然后呢 接近的那样一种途径和方式 又特别的巧妙和自然 容易被人接受 过程还是蛮甜蜜的 我觉得你最好 我也很喜欢刚才那个片子 我喜欢他跟女朋友 吵架的那个范儿 我们去看 当时有没有线 这个是一个案例教学 男女吵架 先吵对错 当时对错的时候 男生你看 到底有没有 没有 女人第二番来了 凶什么凶 第二个层面是情绪层面 你一定不是死在第一个环节 就是死在第二个环节 对吧 对 就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嘛 很较真 然后加上就工作也是 有时候比较严谨嘛 所以就没有就是没有 但是现在也成熟了 才知道其实女孩子只是情绪 不是说问题 什么是更智慧的方法呢 如果说女生说你压线了 那现在应该怎么讲 宝宝我压线了 宝宝我压线了 对 我压线了 成了呢 你又压线了 跟你说了多少遍 开车不小心 我就爱压线 那你这样就不对 你就应该听我的改 好 那就这样吗 那确实就是顺着女生嘛 让她把情绪发现出来 不过也是啊 不那么上头的时候 你再跟她解释呗 对啊 你就这样又怎么了呢 11号 男嘉宾你好 刚刚在短片里面有看到 你是一个自己觉得自己性格 比较温吞的人 希望找一个就是比较强势的女生嘛 那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前面提到 你的第二段恋情 是因为女生性格比较刚硬 一般可能强势的女生 就会比较刚硬耶 比起那种冷暴力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吵架是好的 毕竟是能把问题给说出来 所以我球外都比较直接 我也希望就是 女生也可以直接一点 吵架比不吵架好 好 谢谢 2号 你好 男嘉宾 你说你比起冷暴力 更喜欢两个人吵一架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吵架 会消耗彼此的一些喜欢和期待 所以你是怎么看待吵架这个点 因为我觉得 消耗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我觉得吵架分两种 就是有的是真的有原则问题的 有的是就是普通的吵架 如果是真的有原则 大家都接受不了的地方的话 那一说出来会比较好 对 如果小吵架的话 就让男生应该主动先让这些女生就好了 好的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李恒 男嘉宾你好 就是你的强势是说在事业上 比较有成就感的女生 还是说在情感上 可以给你更多包容的这种女生 还是说在吵架当中一定要 立刻现实我们就要有一个答案 就是你所谓的强势是哪种 我所谓的强势就是 有事要好好地交流 就是不要冷暴力 其实我并不是说喜欢吵架 我只是说沟通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留灯的是 是2号 3号 6号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不好意思 有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呢 14号 直推 我们来看一下杨安的 直推女生是 说好处 选恒顺 恒顺香醋六年沉 为您揭晓致推女生 18号 男生性格 自信乐观 帅气有形 热情洋溢 亲密关系中 希望对方有事说事 注重彼此的默契与爱意的表达 喜欢陪伴 而女生内心有柔软温暖的一面 在感情中需要时间积累 通过慢慢相处 慢慢确认对方的诚意和对自己的关注度 两人都喜欢运动 在一起性格很合拍 朋友多多是两人共同喜欢的 安稳幸福的生活静在眼前 来看女嘉宾的基本资料 严路一 想和你做的事 二 理想关系 三 美妆能手 选第一个吧 一 想和未来的另一半一起去爬山 感受山川峡谷的自然气息 在彼此最脆弱的时候 互相鼓励 互相扶持 不仅能锻炼身体还可以增进感情 孙丹妮黑珍珠粘豆包 别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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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上不能闲着 每天都要让自己动起来 冲浪搏击跳舞 不管进行什么运动 只要能动起来就开心 吴盈盈 心仪的类型 我坚信走天下 走天下 三 觉得年轻就应该多出去走走 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 平时除了工作出差 也会约上闺蜜一起旅行 希望恋爱好能够和男友 保持较高的旅行频率 王立军 小爱好 气味相投 强强联合 强强联合吧 三 不喜欢一尘不变 不喜欢停下脚步 希望能遇到最强王者 两人欲强则强 一起体验新鲜事物 一起努力往前 成为最好的搭档和爱人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你们最喜欢的一首 描述爱情的歌是什么 就我上期唱的爱一点 就是我喜欢甜甜的恋爱 我喜欢的是那个 City of Stars 那个电影里面的那首歌 我喜欢那个陶泽的那个 爱很简单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 简简单单的人 然后我就很喜欢 简单的爱情 我喜欢那个暴雨 就是我希望不要暴风雨 是对方带来的吧 我最喜欢的歌是 永不失联的爱 我希望给她 永远都不失联的爱 对 很合乎逻辑 她每天有七八个小时 联系不上 所以她就在乎 永远不能失联 她在乎这个事 好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好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让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的决定是 这位黑色衣服的女生 黑色衣服的女生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容蒸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助理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我刚才在台上实在是太紧张了 还好有她紧张了 还好有她紧张了 还好有她紧张握住我的手 然后带我一起 在之前节目里的交流 觉得比较聊得来 然后也是我想要的 只稍微有一点强势的女生 所以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女嘉宾 所以我看着比较强势 我之后还是想说 就可以去到南昌 然后坐一下她的地铁 然后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个美食 就是那个缩粉 我也蛮喜欢吃辣的 不但可以带你坐上我开的地铁 还可以带你去吃一碗 我觉得最好吃的南昌米粉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祝他们幸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